大家好,欢迎来到花耳编织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精致的网格花的棒针花样 针法花样针法极其简单 基本上都是重复的针法 很文明漂亮的花样 它是四针一组花 编织的话就起四的倍数加一针 然后再加两针编针 也就是四的倍数加三针 花样是四行一个循环 就是反面行 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 示范呢,我这里是起了十九针 四组花,也就是四乘一四 加一,再加两针编针 第一行 编针 我们指一上 一下 重复着两针 一上 一下 就是一上一下 一直循环直到最后 啊,就像指大落纹一样的哈 然后第二行 编针 一下 好,我们加针 这个中上三并一 正条两针 直下面一针 然后把正条的两针给它拨过去 然后再加针 那重复这个组合继续一下 加针 中上三并一 就重复这个组合循环区变质 然后再加针 然后再加针 然后继续一下 加针 加针 中上三并一 就重复这个组合循环区变质 好,加针 最后组合循环区变质 最后编上剩 一下 一编针 好,第三行 第三行 和第一行一样编制的 然后我们就 一上 一下 加到针 直下针 一上 一下 一上 一下 最后是一上 编针 第四行 最后一行 编针 我们先制一个右上 二并一 调一针 再次下面一针 把调针 给它拨过去 加针 好,这是编上的针数 下面重复花样的部分 其实花样的部分 同第二行 花样部分是一样的 一下 加针 二中上 三并一 然后加针 重复这个组合 继续 一下 加针 中上 三并一 这里再加针 还剩一组 一下 加针 中上 三并一 加针 最后编针 就剩的是编针的针数 我们就指 一下 加针 左上 二并一 编针 好,花样完成了 针法都是重复的针法 多次几度这个效果 立马显现出来了 很好看 蓝色毛衣 帽子 围巾 都很柔软舒适 下面就重复 这四号循环矩制 今天又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